原發性肝癌是香港第五大常見癌症 但原來計發性 即是轉移性肝癌亦十分常見 計發性肝癌意思是 其他身體器官有癌症 而癌細胞走去肝臟引起腫瘤 叫做計發性肝癌 最常見在香港是大腸癌 大腸癌所有病人之中 大概每四成的病人 是會有計發性肝癌 一是因為大腸癌是香港最高發病的癌 第二是因為腸到所有血都要先經過肝臟 然後才去身體其他部分 所以最上去就是肝臟 除了腸癌以外 其他癌都是上去肝臟的 包括胃癌、臟癌、乳癌 傳統上認為以擴散的癌症 只能夠透過舒緩治療 延長患者的存活時間 但近年有不少研究顯示 即使癌細胞轉移到肝臟 仍然有望根治 以大腸癌為例 如果病人有大腸癌而轉移到肝臟 又沒有去其他器官 而肝臟的這種可以做切材 或者消融的話 大概有25% 即是四分之一的病人 最終可以治好 他們的五年前活率 現在都去到差不多40%至50% 本來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數字 有四分之一機會好 除了歸功於大腸癌化療之外 還有手術的成效 以往不少人都認為 腸癌和肝癌手術同時進行的話 風險很大 必須分開進行 但由於手術的進步 最近這10年都有不少研究顯示 如果有經驗的肝外科醫生 和潔癌腸外科醫生一起做手術 其實同步切除肝和腸的腫瘤是安全的 很多研究顯示 其實風險比分開兩次做其實是一樣的 手術合二為一 除了可以省一次全身麻醉之外 患者亦都可以在手術之後 盡快進行輔助化療 教授有提到 以前大腸癌如果擴散到左右兩邊肝臟 就沒有辦法進行手術 但現在可以一邊用手術切除 另一邊用射頻消融術 殺死癌細胞之餘 又可以保留更多肝臟組織 維持身體運作 看完今集內容 又或者還有其他健康問題? 即刻按入內文連結 又或者登入健康平台網站留言板內 寫下你的問題 健康平台醫生信箱 將會在每個星期日 找來各路名醫 解答大家問題 新地假期啊 一定貴啦 完全免費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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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